在工業生產甚至遭到變大輪 保健它是一個鐵皮送進去之後 上萬個工序 直接的不需要就可以直接的做出來了 你說我從一個鐵皮然後經過工序 出來是一台車 是的 保健你看它現在就是一台鐵皮送進去之後 那過去的時候你甚至要切出很多板子 叫做沖壓 現在不需要師傅在那邊看了 它直接電腦就指揮你 直接沖壓 直接沖壓你的底盤 你的車門 你的什麼東西 通通給你沖壓出來了 它連組裝引擎都自動了 然後沖壓之後再卯和 所以你要變成一個立體的 它就直接的是電腦來幫你 自動化的機器人幫你卯和起來 卯和起來之後你整個形狀有了 開始拋光 開始倒滑 然後開始磚口 開始磚壓 全部的一個一個工序 都是機器人的手臂 在那邊一直切 一直切 一直切 甚至於到最後 連打磨 磨光 拋光都完畢之後 你要上漆了 然後你開始塗裝 直接把你送進去 上漆塗裝都是自動化 自動化就直接把你送進去 送進去之後保健那個塗裝料 已經上來之後 你就再過來開始加熱 開始把它定下來 然後開始烤漆 你說定射烤漆都是 一切的就自動化 然後最後呢 車門啊 引擎都放進去 電路的安裝 你看有沒有 機械手臂 連電路安裝都是自動的 都可以把你做到去了 而且保健 你要看到這個電腦 這些機器人 而且它是非常溫柔的 溫柔是什麼 你叫蛋殼是最脆弱的東西 這樣其實蛋殼的檢選 看這些蛋的沒有了 蛋的都是機械手臂 直接把你抓進來 而且保健它沒有破 而且它可以立刻的挑出來 連蛋殼這樣細力的動作 現在機械手臂都做得非常的溫柔 你說連蛋殼開始沖洗分裝 甚至打蛋都由機器人來付出 對 都由機器人 而且它的力道 已經現在控制得非常好 蛋殼這麼碎的保健你看到沒有 它說我要打蛋 該一捏 中間直接給你碎開 它不會變成一個粉碎的 對 那個手指的那個力量 比我們手指的力量 都還要精細 現在機器人的世界 叫無人的世界 正在領先全世界 好 那